这是共同 所以你为什么平时能观想出来 因为你用心 因为你用心 你要不用心 平时不供养 你不用心 你观想不出来 就像我们之前想那个观想婆婆一样 你天天跟妈妈在一起 那你就 你观想妈妈就容易 你观想妈妈就容易 对不对 那你要不真的去供养 那你观想出来的供养 你也不清晰 也不真实 所以还是要真供养 真供养 衣服 怎么供养衣服 现在呢 就因为受藏传火教的影响 都用供哈达来的替代供衣服 供衣服 在这里呢 供衣服 实际上给佛贴金 相当于 供养服的一个功德 那学院每年的这种这个大金管法会 还有这个云烂盆法会 中国供法会 都组织千僧供养 这千僧供的里边呢 我们在泰国组织供养的时候就有供衣服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供养是一套 它一套就有森衣什么的 所以供衣的功德大家是有的 那如何来观想 这里还涉及到除了真实供养以外 如何来观想 观想的方法 我练习的方法就是这样 就是你到超市去 卖衣服的地方一排排的 然后你就给他记住了 想象着一排排的衣服 想象着一排排衣服 想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砖柜 把它想象的很多 舒展开很多 地网无尽的都是衣服 都想这些衣服供养给佛 或者是观想你跪在那 捧着一摞衣服 五色的这种这个僧衣 或者就是像布匹那样 来供养衣服 每个佛奸都有你 举着哈达或者挤着衣服来供养 我会议到你